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的每次互动都是只横越做越好的动力 父母在 人生既有来处 父母去 人生只剩归途 每个人都是父母生而养大的 世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不管他们再怎么努力 也总有让你不如意的地方 古语说 养有贵乳之恩 压有反补之义 父母含辛茹苦地将儿女养大 孩子就是他们的血 是他们的肉 是融到他们骨头里的牵挂 父母一直在竭力爱着孩子 孩子却常常忘记父母只是普通人 包容父母的小过错 原谅他们的不完美 是对父母最好的孝顺 不容父母 如何容天下 事说心语中说 生老病死 实质则刑 随着年龄的增长 父母记性越来越差 行动也越来越慢 也许你千叮咛万嘱咐的事情 他转眼就会忘记 也许他出去忘了回家的路 请一定不要嫌弃他们 孔子曾经对他的学生说 孝敬父母什么最难 色难 就是包容父母 不给父母脸色看 如果对父母都不能包容 孝顺父母就是一句空口号 一个连父母都不能包容的人 对别人更是尽尽计较 不容父母 何以容天下 有这样一则故事 有位老太太在儿子家里找东西 正好碰上儿子回来 儿子谈杂了一桩生意 心情不好 就对母亲说 妈 你在我房里乱翻什么呢 东西都弄乱了 母亲解释说 我只是想找张报纸 在别的屋里没找到 儿子随口丢下一句 吃饱了没事感 老太太听到这句话 晚上就从七楼跳下来 常言说 老人就是老小孩 人越老 内心越脆弱 越渴望被儿女关注 不要因为一点小过错 就对父母极言利色 我们总认为 自己的父母不完美 却不知道 他们一直在向这个世界 低声下气 时间夺去了父母的青春 可不要忘记 他们的青春 都花在了谁的身上 他们变老了 观念落后了 头脑不好使了 甚至显得邋遢 生活不能自理 作为子女的 要多些理解 多些包容 不容父母的人 心里哪能容得下别人 这样的人 命运注定不幸 包容父母 是最好的孝顺 《礼记记忆》篇中说 孝子之友 深爱者必有和气 有和气者 必有余色 有余色者 必有婉容 孝顺父母的人 常思养育之恩 常怀恭敬之情 心中充满着和顺之气 脸上必定和颜悦色 明代吕坤曾说 最好的孝 是包容父母 对父母和颜悦色 让父母心情舒畅 养儿一百岁 常忧九十九 父母的恩情 子女哪怕用一辈子 去偿还 都算不了什么 陈毅出国访问回来 路过家乡 去探望身患重病的母亲 老母亲瘫痪在床 大小便不能自理 看见陈毅回来 心中欣喜万分 刚要打招呼 忽然想起 换下来的尿裤 还在床边 是已身边的人 把尿裤藏起来 陈毅许久未见母亲 上前嘘寒问暖 她问母亲 母亲 在我进门时 你往床底下 藏了什么东西呢 母亲看瞒不下去 就说出了实情 陈毅听了 泪水不禁潸然流下 母亲 我常年在外 不能在您床边伺候 这尿裤本身 都应该我去洗 何必藏起来呢 母亲听了很为难 你公务繁忙 我的这种小事 怎么能麻烦你呢 陈毅说 母亲 您辛苦养育我长大 小时候 您不知为我洗了多少 我就是洗十条 也不足以报答您 说完陈毅将母亲换下来的裤子 都洗得干干净净 母亲倍感欣慰 陈毅是个大人物 但她不忘家中的老母亲 在百忙之中 抽空回家探望 瘫痪在床的母亲 为母亲换洗尿裤 以关切的话语 温暖抚慰病中的母亲 虽然只是很平常的小事 但都是亲身去做 没有半点嫌弃 她的一片孝心 值得天下所有儿女 学习效仿 父母恩情重如山 深似海 人生莫忘父母恩 最好的孝导 不是给父母买昂贵的礼物 不是满足父母的物质需要 而是能够包容父母 我们渐渐长大 父母渐渐变老 这辈子我们欠父母最多 请包容年迈的父母 就像儿时 他们包容你 孝敬父母等于共佛 孝顺父母是世间第一福田 孝是百善之首 孝顺父母是世间最大的功德 古人云 不教父母 拜佛无益 在久远的过去 有两个国王 一个是家师国王 一个是比提西国王 比提西国王身边有一只力大无穷的大白象 总是可以轻而易举地打败家师王 家师王于是驾令 谁要是能找到这只大白象 必定重赏 侍卫们在一个山洞中找到了白象 但是白象没有逃跑的意思 温顺地跟着回了王宫 国王得到白象后欣喜万分 为白象盖了非常豪华的屋舍 还为他铺上了最柔软的毯子 可白象始终不肯进食 国王去探望白象 问他 你为什么不肯吃东西呢 白象回答 我的父母都老了 眼睛也瞎了 自己无法寻找食物 我一想到他们在挨饿 就难过地吃不下东西 大王 您能不能放我回去 让我尽孝道 等他们将来寿终 我会回来为您效劳的 家师王深受感动 放走了白象 同时颁布法令 全国上下效养父母 如有不孝者将给予重罚 当时的白象就是佛陀 由于世尊当时能够效养父母的缘故 使其他的众生也跟着效养父母 并且化解了两国之间的矛盾 若人百年之中 右肩单父 左肩单母 于上大小便利 即使真其衣食供养 由不能报虚育之恩 父母养育儿女长大成才 中间的心情培育 为人子女的 即使一间单父 一间单母 让父母在自己身上大小便 乃至用全世界最珍贵的奇珍异宝 衣食美味供养 仍然没有办法报答父母养育自己的虚育之恩 父母养育了我们 天下没有完美的父母 为人子女的不应抱怨 而是应该学习怎样来恭敬 孝养 岂屋远道思青泪 不及高堂念子心 堂上二老是活佛 何用灵山招世尊 做子女的要时刻把父母记在心上 与其天天祈求过好日子 不如孝敬父母 有孝才能顺 愿我们能以当年父母对待 小时候我们的那样耐心 温柔地对待渐渐老去的父母 体谅他们 以反哺之心奉敬父母 以感恩之心孝顺父母 父母在 人生既有来处 父母去 人生只剩归途 不要做会让自己后悔的事 不要等到他们都不在了 才懂得珍惜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 一定要发给身边 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和志恒相约 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